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1月18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邀请您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 1月27号的长春藤100教育 北岸春晚2024庆典晚会 共襄盛举 本次活动慈善捐款本地师门医院 感谢您的慷慨解能 连波老矣 尚能禅学否 温哥华都会区周三创纪录的大学 给整个地区带来平均25厘米的积雪 远远超过多少年前的15厘米 小编和众多都会区的小伙伴们一样 奋力铲雪 方便自己 也方便他人 雪太厚了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积雪厚度27.2厘米 远远超过1962年的就记录13.5厘米 阿博茨福德市的降雪量超过29厘米 而该是1980年1月17日的就记录只有7.4厘米 温哥华都会区最南端的白石镇也以25厘米厚的积雪 打破1935年的15.2厘米记录 随着今天晚些时候 暖石器团从西南方向上来 传说中的洞雨有可能形成 更危险 特别要小心 BC政府雄心壮志 计划十年内建成近30万套住房 你相信吗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已经拿出5100万夹刀 号称支持各个地方政府升级改造新建住房的开发要求 特别是支持小城市 交通枢纽周边 以及小型多单元住房项目等等 每年新建3万套住房 动作要加快了 据央视网报道 1月17日22时27分 搭载天舟7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发射 飞船首次采用三小时快速交汇对接的方式 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 今年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赛特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